好 再来看到 这是一位今年35岁的黄元月 6岁开始就跟着担任 捏面人师父的父亲在庙口摆摊 他大学念的是河海工程 毕业后担任过光电工程师 但是8年前 他决定要把父亲当年 传授给他的捏面人记忆 融合了自己的创意在发扬光大 黄元月以日本的树脂土 做出能够更永久保存 而且更细腻更精致的 创意公仔捏面人 在黄元月的捏面世界里头 有许多独创的公仔人物 编故事搭配场景 在诉说这些创意人物的独特经历 黄元月的这项专业记忆 曾经受邀到法国和日本展出他的作品 而未来他更打算要将这些公仔故事 制作成手背本 成为独创的台湾捏面艺术 小法他是一个捡到飞行帽的羊之后 他就是一个 他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一个讯息 就是他可能会是第一只会飞的羊 所以从此之后他就戴着他的飞行帽 有的时候他会背着他的飞行帽 把一直不断地去尝试怎么要去飞行 拿着手做捏面人 一边讲着自己编的虚拟故事情节 河海工程系毕业的黄元月 如今是专业的捏面职人 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 怎么做这个东西 出生在捏面人世家 六岁开始他就跟着父亲 在庙口摆摊赚零用钱 这东西是一个一技之长 那老人家的想法会比较传统 就说这是一技之长 你先学着以后用得到就用 用不到没关系 所以那时候不是兴趣 那时候就是等于是父母说 来这个东西要学 我们就把它学起来这样 小时候学捏面不是兴趣 反而是一种压力 因为那时候是要做很多的量出来 要贩售的 对对对 大概五六岁吧 印象中 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在外面卖了 草莓是他最熟练的水果造型 因为草莓是最简单的 对它就是一个小水滴形 然后上面再贴很多 就是红色的水滴形 然后打点 然后这种写点的话 点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 它有观赏角度 所以它不会是360度的 它就是只有前面 后面的部分我们就不做了 然后上面再贴很多水滴形的叶子 然后这样把它贴起来 印象中的童年 过年期间几乎都是帮着父母亲做生意 念灭人的技术成为黄元月无形的艺术资产 直当大学毕业当了两年光电工程师 他才开始思索 小时候的这项技艺 能不能成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做了两三年的工作之后 再回归到做这种手做的东西的时候 我才慢慢地觉得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 应该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东西 才渐渐发展出兴趣 否则一开始做东西 其实小朋友的时候做东西 做那个念面人还蛮有压力的 八年前黄元月开始发展 自己独创的念面公仔人物 就是想要与众不同 我爸爸跟我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说常常看到的东西最难做 因为你要做得很像 很容易就会做得不像 人最常见 每天都要看到人 鬼怪 神像这种东西最好做 因为没有人看过 舍弃传统的念面材质 他发现日本的树脂土 可以让念面人保存更久 接触了树脂土之后就发现说 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永久地保留下来 然后之后就把它做 就是开始去做一些 难度比较高的创作这样 我们一开始很不能适应 对 可是我们一直就强迫自己要去习惯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东西是不会坏的 才是如果你要做一个要展览的 或者是要留到很久的东西 这个东西才是唯一的方法 知晓对美术有浓厚兴趣 黄元月的公仔人物 不用画笔勾勒出轮廓 因为所有的异象都在他的脑袋里不时运转 现在脑海里面先构思 你做起来的形状会是怎么样 造型会是怎么样 拼凑起来 发现这样子还可以要 在你的脑海里看出来 这样子还蛮可爱的 好 就把它做起来 你都没有涂吗 没有 都没有涂 正因为如此 黄元月自嘲说 她是一个完全没有睡眠品质的人 我没有在纸上作业 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的脑子里 我的脑子几乎不会停 就是我没有所谓的脑袋休息的时间 我不晓得什么叫做把脑袋放空 我没有办法放空 我在睡觉的时候脑子又一直转一直转 然后转到累了它才停 有时候转到四五点 我如果当时突然有个灵感 我就会下来做了 斯文十八年前 黄元月的第一个捏面公仔人物 试着去做一些不同的角色 而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 哪个角色比较可爱 我们就做哪个角色这样 如今的羊系列 每具羊的个性 也都是自己凭空肚转 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小绿 然后她就是一个睡不着的羊 失眠的羊 现场就随便编故事 对 然后就编起来 大家就全部都哈哈笑啊这样子 然后就很有趣 她最经典的造型是这个 就是她用一些木板跟皮带把自己绑成像飞机的造型 然后就可以在天上飞机 这些虚构的故事 精彩程度往往超乎想象 原来公仔在搭上故事啊 让它有生命力啊 是很吸引人的 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它不单单就只是一个把玩的玩具 而是或是一个防尘衫 对 它是一个精神 原本女性化的羊系列 应观众要求 开始加入了战争武器元素 羊老大 他就是一个想用武力去征服羊群的羊 所以他买了很多的武器 那机器跟武器都是男人的梦 的浪漫嘛 他们一开始都是女生在买 或是女生在喜欢 然后现在就变成男生也可以接受 善家利用简单工具 就能把捏捏人推向精致化的殿堂 这个枪管非常的难做 它必须 对 很复杂 它得要先用金属去折出来 用我们那种铁丝去折 折好之后再上土 对 再把它做起来 所以它的难度会比较高 比整个羊本身都还难做 因为羊是圆形的 也因为顾客给他的回馈和意见 让捏捏人公仔的记忆和武功更高强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互动性的东西 我本来做起来是不会动的 都是固定的是一个场景 一个故事的缩影 对 然后呢 客人就跟我讲说 它这样不会飞好可惜 它既然再飞 你应该让它会转 手机配件 钥匙圈 让捏面公仔功能更普罗大众化 而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 源源不绝的创作内容 黄元月认为 是福星从小给她的扎实基础磨练 她教我的技巧有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学很多东西 最重要的是观念 她教我的一些制作公仔的观念 对 所以我之后再做一些设计 做一些角色的制作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倚靠的 她给我的一些观念去做 所以就还蛮简单的 黄元月的父亲黄新斌 是捏面公益家 最擅长三国人物塑造 面团在她手上 仿佛有着丰富的生命力 和无限可能 人物动物信手拈来 好像在变魔术 总是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老师傅坚持 好的东西要传承 也要孩子从小学习 才能成为自己的无形资产 黄元月的手作技术 和父亲的传统捏面 走向有点不同 但由子传承 老师傅依旧非常欣慰 我很高兴啊 很好 很好 因为这个不能强迫 真的 任何东西都要 依着孩子的性向 他喜欢 那是最重要的 强迫是强迫不来的 他走的方向 跟我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不过他的技术是纯熟的 高中时代 其实黄元月就能把脑中的构图 化为实体 在真实生活当中自然发生 看完《珠贵公园》之后 就发现很喜欢那个 梅克斯巴黄龙 所以就把它做起来 然后就想说要做出它的 文理要做得很细致这样 黄元月的捏面公仔 有现实有创意 受邀到法国和日本的展览会上 有他在的地方 总是询问度最高 我喜欢的就坐下来 然后我就好像传承 你想要什么我帮你捏 我教你做什么 客人说我想要做小狗 好那我们这一群人都喜欢小狗 我们要一一 然后就开始教 三个人就教 四个人就教这样 他赋予捏面人新的角色和定位 虚拟的故事情节 让手绘本的想法逐渐成型 我可能到最后要截录 可能只有六个角色 或是七个角色 我现在正在筛选 然后一方面角色的人物筛选 然后一方面把角色的造型设定 确定了之后 接下来的进度就是要做场景 分享创意故事 面面记忆不但有了传承的种子 将入侵的元素 也让传统工艺越来越多元 天天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